5月17日 美国洛杉矶Rothme商会 在洛杉矶Rothme市 举行了圣盖博股地产协同研讨会 商会会员 房地产开发商 以及投资业界人士 100多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今天最重要的是 我要把华人唯一最大的商住 两用的土地 在华人区的唯一商住两用的 最大的一个土地 现在这块土地 我们现在可以做Mix Use 我们可以做住宅 我们也可以做Commercial 然后Hotel 当然还可以做一些Store 或是说 11柱形通通在里面 因为腹地大 有17个A克左右 这17个A克呢 现在目前是唯一一个商住最大的 我不特别重复它 很难得 将来会是我们一个华人的地标 洛杉矶 洛杉矶 Rosme商会负责人表示 近些年 盛盖博谷地区的经济不断发展 所以 向广大投资者 尤其是华人投资者 来介绍这一地区发展规划 投资项目 以及投资方向等 当地的城市发展 和规划部门的专业人士 也从城市的现状 以及城市的发展规划等问题 进行了全面的说明 我们呢 希望呢 华人在这个社区里面呢 有一个比较大的建筑物 比如说 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民族 他们有自己的一些 比较大型规模的东西 那我们这块地呢 可以尽情的发挥 我们甚至于呢 可以在这里呢 做一些市民们 比较需要的 譬如说 我们呢 不够的这些医疗的这些 诊所这些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 比较低收入的平民户呢 我们可以拨一部分呢 去盖一些给他们 人人有家住的那种响应 我们也很希望呢 尽量的把LOSIM的City呢 带上整个华人顶尖的地方 更多的建设 加强我们整个华人 在这些地方的活动范围 与会者认为 本次会议很有意义 不但了解了社区未来的 规划与发展 同时 也明确了投资的方向 以及信心 全球新闻 洛杉矶报道 ROSMEED board members that are in presence 好 好